靠 要落鏈了 竟然把車中了咪咪帽帽 今天我們特別特別 我們就是要來開箱 TUMP 女主的新車 如果這個定期檢定的成績比上一次還慘 這個合約會直接銷毀 看起來今天狀態 應該有發誠會破喔 上一集大家已經看到了 TUMP 女主的車咪咪帽帽了 直接摔到草皮裡面 為了練上卡 那個車子真的是 撐著整齊 都沒有摔 到最後才直接摔到草皮裡面 摔個迷迷迷迷迷迷 重點是你回去的路上 聽出來摔在大馬路上 我為了閃一個擊煞的摩托車 然後忘記自己左腳有沒有拖卡 然後就往左邊倒 然後直接倒在馬路正中間 然後公車直接在我頭後面擊煞 這段時間觀眾啊說 你都是用右腳下 你這段時間有沒有練到左腳下 我 偶爾會練一下 但還是習慣用 沒有這麼神聖啊 還想說你練習的時候看起來多強 看起來就是練習型選手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我們上一次車子已經壞掉了 所以今天 我們特別特別 大家應該看到標題也知道了 沒錯 我們就是要來開箱 TUMP 女主的新車 啊 真香啊 但今天是有一個前提的 畢竟你知道嗎 這個合約得來不易啊 如果今天 就要手很花樣 我們在 風貴嘴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每半年一次的定期檢定 如果這個定期檢定的成績 比上一次還慘 這個合約會直接銷毀 這台車也會直接銷毀 重點是這樣 因為其實上一次你來挑戰的時候 你的車系呢 是非常空力類型的瑞克多 那這一次呢 你的車款 全新的車款 是斯特拉6000 而且是搭載了DI2的電子變速 所以整體騎乘起來 我個人認為 跟瑞克多的體感上 是非常不一樣的 你剛剛從4G騎上來到這邊 你的感覺怎樣 我覺得就是 從4G騎上來 就是操控感 比瑞克多更靈敏 反正就是你給它什麼 它就回饋給你什麼 我覺得踩起來很輕巧的靈敏 那瑞克多上面也是這樣講啊 它是 長距離平路那種 好啦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風貴嘴成績是43分鐘 今天的目標要在43分鐘內完成 我個人認為 換了這台車子 車子車重變輕的情況下 再加上這台車的調性是非常靈巧的 在爬坡上有非常多的優勢 可以幫助它把速度縮減到更短的時間 最重要的是這一次它也上卡了 我相信在這些種種因素下 要挑戰你的個人追加成績43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不然 這個 Merida這個字樣 我看是要改字了 你是不配騎這種車子的 那你改什麼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Merry 我們叫Merry 這Merry號喔 好嗎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LY LONLY 喔差好多喔 山裡面好涼喔 看起來第一個坡輕鬆通過 第一個坡就是風貴嘴這短段路的第一個挑戰 因為它是大概10%以上的極斗短坡 上來之後就會遇到這一段 稍微平緩要稍微加重檔 讓速度可以帶起來 準備迎接第一個右後回轉的90度彎 這個是180度嗎 不錯喔 在這一段看起來的上坡跟之前的經驗上 變速的手感變得比較快速許多 不會等到真的騎不動才記得要退檔進檔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進步 雖然中間還是有點卡啦 但相對以前還是進步蠻多了 唉唷馬上秀一段喔 上坡的時候就盡量回轉速要維持 不要重踩 跟跑步一樣 肌肉出力時間越長就越快爆掉 但它看起來已經沒有退路了 它現在已經用到34尺的飛輪最輕了 如果已經最輕檔也不會變重檔 手可以握在上坡 上半身比較平一點 比較好騎一點 講上坡 上坡 上坡大家應該不知道吧 現在要用上坡 不過上坡誰 上坡已經是台灣就是講 這個地方叫上坡了 都會用舊的符 俗稱仁中 以前叫仁中喔 我都忘記了 這一直都叫仁中 以前都叫仁中 現在還叫上坡 應該有八成會破喔 它已經喘到講不出話 我來幫大家介紹一下它的新車好了 就讓我來快速的帶大家認識一下 天母鳳梨索這次所拿到的這台 史特拉6000 到底有什麼細節上厲害的地方 我就來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從車架開始看起 這台車架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應該就只有這一台的配色 因為這個是全客製化的一個塗裝烤漆 那設計上也是天母鳳梨索自己 抄刀而來 所以這個顏色非常的亮眼 而且在路上絕對不會撞色的一個設計 那它是用三個紅色的漸層 來搭配下層的水泥灰的這種顏色 襯托出上一台延續這種火焰紅的感覺 那在車架等級部分 這一台呢是二級的碳纖維車架 在每一達家的車系當中 只要是千位數的 就是碳纖維級別的這種車種當中 八千以下都是CF3的二級碳纖維車架 那像我的車就是CF5的一級碳纖維車架 所以這台呢眼前當中是CF3的二級車架 所以車架這次的型號是斯特拉的六千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傳動系統 在上一台天母鳳梨索的瑞克多號當中 它是搭載了105的機械變速 那在這台6千DI2當中 全套都換成了105的DI2就是電子變速 所以它現在是電變喔 欸手感完全不一樣 前後都是搭載了15的系統 那這次我們也特別幫它在飛輪上選用34的飛輪 讓它在爬山的過程可以再輕鬆一點 那這輪組的部分我們一樣沿用了 天母鳳梨索上一台的馬赫33 ZERO的輪組直接沿用過來 因為其實原廠是配鋁合金的輪框 那其實在原車的車重 在搭配鋁合金的輪框下 整台車的車重大概是8.3公斤 那這次換成碳纖維的馬赫33之後 重量得到了不少的減輕 那這次在踏板的部分 一樣是沿用了上一集大家看到 鳳梨索練習SUNCAR的這個 瓦戶的棒棒糖ZERO系列 就是不鏽鋼版本的 看起來它也是適應的蠻好的 還沒有摔到太多痕跡 是喔 上面刮傷 那如果二手賣可以打折多少 打八折應該有機會買掉 歡迎下面留言 但他至少三次摔完之後 聽說還沒有摔過第二次 好像要注射他摔第三次 等一下看那個鳳梨索的挑戰 他會不會不小心就 阿阿阿阿然後就倒了 好啦 介紹完了 繼續回去看他挑戰 等一下加速喔 左轉之後要切大盤 切大盤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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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速度 追速度 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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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一點 下坡再快一點 準備第二次小下坡了 這段下坡也要盡可能多踩一點 幫下一段的上坡追一點速度 我們要調輕檔囉 我們要調輕檔囉 腳重要記得退檔 我目前的時間已經過了九分鐘 大概是測驗的四分之一時間 九四三十六 九四三十六 是這樣算嗎 觸球好好 是這樣算嗎 九四三十六阿 我以前都是把九四三十二 九四三十六搞混 四八三十二四九三十六 然後從九乘四的時候就會算錯 還好 現在沒有算錯的帳 我們不是用九有乘嗎 表算 我們不是說 你剛剛說四分之一 所以九四三十六 所以三十六分鐘可以完成 但是這樣算又怪怪的 後面好像比較陡阿 後面比較難一點 而且它還沒有到風貴嘴真正最陡的中間段 這個中間段 難的地方 就是它會持續上坡大概快一公里的長度 那這個長度其實 平均坡度都落在十趴 其實那段是真的最考驗 心肺功能還有恢復時間的一個關鍵賽段 那教練那個 那他最近比較勤練跑步 那跟在單車上面會有什麼幫助嗎 我個人認為阿 跑步的心肺功能對騎車是有幫助的 但是騎車的肌力跟跑步必定還是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一陣子沒騎車 然後只靠跑步的話 剛開始騎車其實 再重一點再重一點 剛開始騎車其實還是會覺得很喘 因為你的肌肉不適應這麼高強度的持續輸出在腳上 因為跑步比較全身性 可是騎車就真的只focus在兩隻腿 所以 那心肺上嗎 心肺上我覺得一定是多少有幫忙 但是就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肌力因為沒跟上 所以有可能會互相抵銷 雖然體能上心肺上有進步 可是你的肌力有點太久沒用 用勁會退法 所以你有時候會因為這樣稍微變比較喘是有可能的 好 剛講完就來到了封櫃嘴第一個比較考驗的地方了 這一段就是連續上坡 從這個回轉上去之後 會是一個應該是餐廳 這個餐廳到坡頂 持續的長度大概有快 我覺得應該600到800公尺 就接近一公里 這個餐廳我知道 那個德瑞的學員有這邊衝過去餐廳過 這可以講嗎 可以 這樣沒有 不敢來當我的學員了 推 推 腳中就退檔 加油 過了一半了 還剩下一半 考驗的另外一半開始了 剛那一段算是小熱身 這一段 封櫃嘴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 它看起來好像實際上沒那麼陡 但是它又是持續的往上走 讓你想休息又沒辦法休息 但看著天鋒你所現在的表現 我認為它是有進步的 在之前通常這個時候它已經嘴唇發白了 今天不知道是車子顏色的關係還是衣服穿紅色 看起來嘴唇特別有血色 我不舒服 退 我不舒服 你要停喔 等一下好不好 調整呼吸吸長一點 不要這麼喘 節奏慢一點 把氣吸長一點 把氣吸長一點 我推你 腳踩腳踩不能等 過半喔 你現在的時間是17分鐘 已經過半了喔 加油調整呼吸 把氣吸 把氣吸進去 慢慢吸慢慢塗 我發現它有個很強的地方 它那個卡拔不掉摔了兩次 然後身體都不會受傷 它的腳都不會流血 好強喔 用它的左腳去找你 對啊它左腳沒事啊 膝蓋要刷到啦 欸是嗎 我這邊看什麼看起來沒受傷 欸33公里了3公里了 現在時間過了21分鐘 剩下3公里 這一段算是豐貴嘴的 比較中等路線 持續緩緩的6到8%虐待 大概圍期也是1公里左右的路線 剛剛那邊就是上上下下 這邊就真的比較都是持續上坡 這算是第二段 跟剛剛路段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沒有剛剛這麼陡 距離是長一點點的 第二段考驗 調整呼吸喔 深一點吸深一點 注意路況喔 不要騎到水溝裡 吸 吐 把節奏方慢一點 吸深一點 現在是什麼感覺 會很痛 心跳很快 但你心跳才130了 沒有很快 你換氣做慢一點 會痛 換氣慢一點 胸口會痛 腳踩進去 要下坡囉 蹭一下 這一段往前就下坡了 調整一下呼吸 照你的節奏就好 加油平路囉 4公里了 30分19秒 這邊開始準備下坡了 可以切中了 慢慢加一點速度 要再進一兩檔 不要大對大 對 速度大一點 這邊待會往下坡完之後接著上坡 但如果你現在真的已經很喘了 那你下坡就好好休息 調整呼吸 節奏系慢一點 目前這個路段 來到了風貴嘴比較算是 後面三分之一的賽段 這邊呢 考驗 大概我認為比較有 具考驗的就是 兩個 第一個是眼前準備來的這個 大迴轉坡 過了大迴轉坡之後其實 坡度是緩慢的一直往上 然後到 大約是過了佛制之後 就是風貴嘴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佛 劍佛的這個佛制的牆 那個牆過了之後 大概就剩下700公尺 那邊是第二段會比較辛苦 也是真的已經沒力的地方 但是那邊 陡度又比較高一點 好 經過了風貴嘴的招牌佛牆 就是進入賽事考驗的最後一段 教練像我們這樣 騎到最後面經過佛牆最後一段 當然就是體力不支嘛 比較不好 那請問有那種 腦內飛爆炸的狀態 就屬於另外一個境界嗎 通常我的狀態在過佛 就分兩種 一種就是已經爆掉了 然後真的是講不出話 但是看成績又沒辦法破最佳的時候 那個腦內飛的分泌 就是已經完全乾枯了 心裡沒有任何愉悅感 你只覺得 練太少了又失敗了 可是如果是另外一種狀態 就是經過佛制的時候 看到我的成績快破最佳了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興奮感突然湧出來 我們先插播一下 最後500公尺 聽我佛制所 我現在進入的是最後一個考驗賽段 這邊是進終點前的最後一道考驗 坡度比較陡 而且大概有維持200公尺左右的長度 所以我通常在看到佛制 如果快要破最佳的時候 會有一個腎上腺素突然爆發 覺得有機會可以衝耶 然後我的喘渡就會變這樣 然後也要想辦法承下去 因為你已經堅持了前面 二十幾分鐘的路程 只剩下最後一里路了 就像天空公尺所現在 他一定快要看到 終點的招牌就在前面了 那如果我等一下跟他講說 等一下到終點的時候 我們去那個陽明山大洞走 開始 你覺得他會覺得很好嗎 他原地直直 然後直接過次 他說可以在這邊埋著我嗎 我來看一下他現在的表情 他已經撐過了這個考驗 嘴唇現在還是保持得非常紅潤 看起來剛剛的屁股是持續有在讓這個頂針 稍微幫他注入一些新鮮的血液 壓起來 加油 加油 調整你的呼吸 不要讓呼吸變得喚氣過度急促 吸氣 吐氣 五十公尺 抵達終點 成績公佈 剛剛的完成時間 四十四分五十一秒 還是要拍手一下 不要不用拍 畢竟很辛苦 我很抱歉 上一次的最佳成績是四十三分三十八秒 所以大概是成績落差了一分二十秒左右 我先講我的看法 我在旁邊看 因為可能你第一次騎這台新車 然後非常興奮 所以在第一個賽段其實是看起來很用力騎 我也覺得好像很有機會 你還記得我前面講說 他現在只花了九分鐘 九四三十六 我以為是太久 不是 是很快 但是你的用力過度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 我覺得你的呼吸條件 是有問題的 你覺得呼吸不到氣的時候 然後會 越刻意的 想要把呼吸氣都加快 好像是 這樣會吸了比較多氣進來一樣 但是當你呼吸已經過度換氣的時候 你就會讓你的氣吸到胸口 根本還沒往下跑 就被吐出來 這個時候其實你的血液 你的血球都沒有抓到氧氣可以使用 我覺得下面那塊 很樹林裡面的地方就是一直 好像沒有空氣一樣 不會 我們剛剛空氣很多吧 我覺得很飽啊 空氣很清新 空氣很新鮮啊 沒有 是你自己害死自己了 你把自己用得太喘了 我覺得應該是太行一般 所以這我覺得是兩大主因啦 看起來你在兩次停車的過程 真的是嘴唇從原本非常紅潤又 發白了不少 甚至又因為這樣又摔車了一次 對 看了 看了心好痛 不小心又 不知道影片有沒有錄到 但是已經摔車了那麼多次 我們就把車收走 因為他沒有達到合約嘛 好不好 你現在也沒有資格去碰他了 對不起 已經半熟了 我們要 我們要那個 不好意思了 衝攻 合約精神 我們合約有寫那個 失敗 就是 沒辦法取車 不好意思 這麼短暫的感覺 你在下面有公車站 那邊叫得到車 好啦 我是你的家梁哲瑞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鈴鐺 車子下一次 下次不要再插話 車子下一次再說了 我先收走了 這還要怎樣 在旁邊